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刚才我觉得你刚才就说你没办法可以说这个 但是大家都觉得你成功了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没有 我必须要说我们成功了 我觉得我们还在一个重要的变化的时期 前一阶段和前一阶段来比的话 和07年到11年 我觉得那是一个反客快速成长 寻求到在这个市场立足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 我们现在在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期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不是我们成功了 而是我们要上一个新的台阶 尤其对于我们 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做更慈善的产品 更高性价的产品 这两个来说 对于反客产品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 这需要补给客非常多 就是我们意识到背后的供应链是多么重要 和传统行业的合作是多么重要 但是我们意识到的重要性 但是如何去实施 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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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